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們現在來到百福公園這裡 然後稍早買了戲子很有名的 大俠水煎包 好 我要四粒鮮肉包 好 帶走嗎 帶走 我們也加上了它有名的辣醬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水煎包的絞肉咬下去 它有一股滿滿的胡椒味 在你嘴巴也炸開了耶 我覺得 我很喜歡耶 然後如果你是吃辣的 你一定要加它的青蔥辣醬 在它的辣醬油裡面 它們灑滿的青蔥 不怕你吃 只怕你撈得不吃而已 嗯 好滿足喔 然後當然 我們為了不吃辣的朋友 買的 沒有加辣醬的水煎包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的水煎包上面 有一層芝麻 它這個芝麻的香味 帶著它麵皮淡淡的香氣 還滿適合一般口味 甚至是清淡口味的食用 OK啦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兩顆水煎包了 那我們有加辣醬跟沒有加辣醬 各留一顆 晚點再來吃吧 那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哇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目的地 太陽蝦場了 可是沒想到說 這個蝦場 現在晚上差不多11點 它竟然客滿了 唉 那我們明天早上再來吧 那我們等會見囉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們現在來到百福的 太陽蝦場 各位還記得我們曾經開箱過北部最便宜的釣蝦場那部影片嗎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了附近的鞋河釣蝦場 沒錯 當時我們發布那部影片的時候 那家蝦場已經倒了 倒了 那我們今天也去試試看說 母蝦時狀況如何吧 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進去開單做掉囉 GO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到母蝦池這邊了 我剛有去了解一下他們收費方式是如何 他們是每個小時收固定200元的釣蝦費用 然後你隨時想收就收 至於我們今天釣蝦的耳料跟上次一樣 也是用豆腦三代 然後釣主也是用天秤釣主 他這邊要量水生之前必須先去開單 那我們就先去開單 再量水生吧 你好我想要開母蝦池 謝謝你 謝謝你 OK啦各位 我們已經開好單了 他這邊母蝦池事先預收兩個小時400元的費用 那我們開始做掉吧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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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標沉下去囉 有 唷 嗚 喔 嗚 哇 就只是勾到而已耶 喔 浮標城喔 那我們開箱看看到底能不能釣到一隻蝦嗎 有 安安孩子 這次絕對不讓你跑 給各位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第一隻蝦子 見識過到他雷達片勾起來的 欸 浮標城下去囉 來吧 還有一隻 給各位看一下 這隻就正吃起來了 似乎慢慢可以了喔 欸 浮標下沉囉 結果沉得這麼深 卻沒有釣到一隻蝦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好 沉下去囉 有 有 安安孩子 哇 給各位看一下 雖然說這隻蝦子也是勾到的啦 但是他勾只是著勾在嘴邊附近的 喔 他們剛放蝦咯 我們將釣主釣到剛放蝦的地方吧 不然一直在沒有蝦的地方苦等 有時候也是蠻累的 呵呵呵 喔 伍標沉下去囉 3 2 1 沒有欸 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就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準備收單 算蝦量囉 我們先釣完一個小時兩百元的母蝦池了 那我們來算一下我們釣一個小時有幾隻蝦吧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一個小時兩百元 我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他這邊是你想要收乾就收乾 他不會因為說 你一釣蝦就是點開兩個小時 或是三個小時 這樣子硬性的規定 而是說 你覺得今天手癢想釣一下 就來這邊釣 那我們來算一下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幾隻蝦吧 1 2 3 4 5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五隻母蝦 然後我們今天的台金寸已經歸零了 那我們來蹭一下有多重吧 欸 8兩半斤耶 8兩半斤耶 OK啦各位 那等一下我們把蝦子處理處理 就帶回家料理吧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們現在回到土豆的工作室了 今天我們要來做清爽一點湯頭 因為在這個季節十分的炎熱 假如能吃到清爽不膩口的湯頭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吧 好 鳳梨豆醬 雞肉 苦瓜一粒 還有泰國蝦 還有泰國蝦 嗯 各位看到這一桶蝦 你們一定很好奇說 我們把那五隻蝦處理完之後 打冰帶回來 怎麼突然多了那麼多隻蝦子呢 是因為我們在蝦場遇到了善心人士 雞肉 雞肉 稍早我以前有用熱水汆燙過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將苦瓜切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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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ok 啦 現在已經將爐子還有水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先放下今天的材料囉 苦瓜 汆燙過的雞肉 來 吹下去 最後加上鳳梨豆漿 吹下去 攪拌攪拌 那接下來我們等水煮滾之後 讓它燜著煮半小時吧 哇 那我們把今天的蝦子都丟下去吧 蝦母一號 吹下去 蝦母二號 吹下去 其他孩子們跟得下去吧 那我們將蝦子再燜煮三到五分鐘就可以關火囉 哇 哇 那我們現在喝喝看這個清湯如何呢 它這個湯頭裡面布滿了煮熟苦瓜的味道喔 苦瓜剛煮下湯的時候那個味道是十分的苦 可是我們用湯煮的時間來讓它的苦就這麼消失在湯裡面 它搭配醃製的鳳梨煮出來的味道 讓我覺得說它十分的清新啊 這個苦瓜完全主動軟爛了 好喜歡這種口感 好喜歡喔 我覺得這個湯不得了耶 光是用煙鳳梨還有苦瓜就可以輕鬆煮出這種讓人覺得鮮美的湯口 哇 它這邊蝦子蝦頭肥美喔 給各位看一下 哇 餡料餡煮沙蝦子吃起來就是這麼新鮮啊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個愛好吞噬調味料的人 我覺得說這個蝦子味道可能對你來說會比較淡 可是因為現在天氣十分嚴熱 所以它這種清爽程度個人覺得是 我很可以接受 當然分享想法的時候 我們的好朋友不能少 噹噹噹噹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越南三山三啤酒敬各位囉 我觉得这个333啤酒喝起来也是好喝的 它跟金牌的味道有得比 它虽然说它没有像金牌的味道这么的圆润 但说它啤酒化香味它有一种卓越性的超越了台湾啤酒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越南啤酒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啊 一口啤酒一口汤好舒服啊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啰 等一下这些料理我也把它吃完了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